在马来西亚雅碧有一位43岁的单亲妈妈 她的名字叫做玛丽 因为受到了慈祭帮助 选择以做环保来回归 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号召亲友们 大家一起加入环保行列爱惜大地 在马来西亚雅碧苏古部落 43岁的玛丽是名单亲妈妈 数年前生活拮据 慈祭之工从三年前开始援助她的生活 也因此开启了玛丽的环保人生 所以我们就告诉她 环保这边我们很多师兄师姐 每个月在外面每一天在外面都在做环保 这一点一地的钱 都是拿来帮忙这些需要帮忙的人 那我们就跟她讲 如果能够的话你也是可以做啊 两年前马力在自家设理回收店 也带动家人做环保 我认为我们不能够帮忙 我们不能够帮忙 但是我们不能够帮忙 我们不能够帮忙 我们也能够帮忙 然而马力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乡亲也能一起投入环保行列 透过之工的鼓励和协助 马力在部落召集一些乡亲 在慈祭环保日当天 特地前来学习环保知识 这些乡亲的乡亲 只要乡亲们学习如何分类 志工安排乡亲们学习如何分类 让大家深入了解 回收物的功能与价值 我们在家里 所以我们不能够帮忙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在家里 我们不常常在家里 我们不忘记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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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 期许乡亲们将环保知识 带回部落并落实 让马力的心愿 也能早日实现 大爱新闻 杨秋凤 马来西亚比报导